蓝阳西畔出现了大片的茫花 让民众看了是忍不住赞叹 就像是人间仙境一样 宜兰的蓝阳西口 近期是成了热门的景点 由于台湾秋冬两季 溪流就会进入枯水期 导致河川地裸漏 东北季风常常会导致尘土飞扬 而河川渠从一百年 就种下了田根子草还有茫花 不仅是改善了空气品质 也打造了宜然的秋冬限定美景 一望无际将近50公斤的白色芒花 随风飘逸 金黄色的暖阳从空中洒下 整片河床美得像是一幅画 路过民众也忍不住将车停在路旁 好好欣赏眼前美景 入秋后进入芒花的盛开期 宜兰南洋西口泰雅大潮河段 因为最大片的花海 成了热门新景点 银白雪花的羽毛花海 像是一大片柔软的毛毯 但这季节限定的美景 其实不仅让环境变得更美 背后还有其他功用 台湾一进入秋冬 河床溪流就会进入枯水期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容易出现阳城现象 导致天空灰默默一片 严重影响民众健康 因此水利鼠第一河川局才会在一百年 开始种下田根紫草和芒花 不仅成功改善了空气品质 也让当地多了一个新景点 借理科砚一轮报道